女朋友离家出走之前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征兆 她离家出走之前 有个秘密的电话 秘密的电话 有个手机和号码 只要我在旁边她就不接 要接就只能说一句话 她就再蒙着就把话 那你有没有问问 她这个神秘的人是谁 她不肯告诉我 假如我有差距的东西 问她她就难以解释 我也没告诉我 神秘的电话 欲盖迷彰的演戏 难道朱美丽 真的就只是为了房子和车子 才和周明来在一起的吗 这一切的一切 难道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吗 而这个圈套 怎么能套住周明来 长达四年之久呢 那个神秘的电话 到底和这个圈套 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你觉得她的离家出走 跟这个神秘的电话有关系吗 我感觉有关系 车子是在正式交往之前 女朋友要求你送给她的 那房子呢 房子我们就要吵了一下吧 吵了在北京她跑回老家嘛 后来她说 这套房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我自己名义的 她说需要一套房 那我说需要一套房都没问题 只要我们能结婚 哪怕一套房子 你说我便宜满足你 那毫不犹豫的 我才能买下来这套 那在买房子之前 女朋友跟你提过 结婚的事情吗 提过 我们都已经 分家照片都已经派完了 去年一一年的时候 四五月份已经都派完了 关于结婚的这个问题 女朋友一直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为了她又走了 如果她走了不回来 你打算怎么办 那我继续找下去吧 你是想找到她的人 还是想把车子跟房子找回来 送过来的东西 从来没想负责 要拿回来 我不想她把她拧交回来 我也想她身转回来 到这里我想听听看 各位老师们的意见 老师们你们猜测 这个女朋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直觉上呢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因为首先要是成立来讲的话 我们看 一个和我们还没有 很亲密关系的人 拿这辆车来作为 我们进一步加深关系的 一个要求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对这个女孩子 有一些不太好的判断 你还是在用物质来证明爱情 但爱情不是可以靠物质来保证 或者证明 所以我想这恐怕是你最大的事物 谢谢 余老师 我们可以说 现在社会上好的女孩子很多 但是骗财 骗婚的人也不在少数 所以对这一个 我还是表示有一点疑虑的 从刚才周先生的对话当中 我们能够了解到 为了得到女朋友的芳心 周先生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 然后答应所有女朋友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但是这四年多以来 对于周先生的付出 他的女朋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而他为什么要离开 我们的记者是否能找到他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伤条件 根据周明莱提供的线索 我们找到了他的女友朱美丽 因为我这次出走的话 也是因为我们吵起来 然后吵架之后 我们就动手 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找晕倒 晕倒在电梯口 然后拖我回去 通过与朱美丽的交流 我们得到的完全是不同的说法 他的不辞而别 是因为男友周明莱的家庭暴力 北京的中间 可以想象下去有多冷 我就穿着无限的声音 挡着脚呀 从那里走 拖着我 然后把我拖到车上 然后我车上开了 夏天的那个冷风啊 有多冷啊 我都不敢想 那么 嘴上说这么爱我的一个 会这样子对我怎么样都想不通 这样的婚姻我觉得 还有必要经营下去